快要过年了 台湾的速食店业者也开始推出了他们的限量版商品 像是有一家就推出了凯蒂猫制物栏 容量大小 刚好可以放入一杯饮料和一包薯条 非常可爱 全台只有限量的十万个 吸引了许多的民众排队抢购 另外还有业者在百合公司设置了米奇米尼快闪电 抢工 鼠年 联名商机 好了 Kitty 制物核开卖了哦 门一开 大批民众涌进速食店 长长的队伍看不到镜头 每个人的目标一致就是要抢到这个 可爱的凯蒂猫造型制物栏 放一杯饮料 一包薯条大小刚刚好 去年在新加坡速食店开卖 引发风抢 网络上一个喊到两千元新台币 台湾业者趁年前引进贩售 民众一早就来排队 来到这边应该八点半左右 八点多左右吧 对 我有点忘记 但是想说趁早赶快过来拍 就很可爱 然后很百搭 反正就是经典 可爱的制物栏限量十万个 套餐加购296元新台币 或单卖一个319元新台币 业者预估可缔造近3000万元新台币的商机 他第一天来就卖到缺货了 圆圆的大耳朵 表情生动可爱 鼠年到还有业者在百货公司开设米奇快闪电 还寄出限量福袋 吸引米奇粉丝们前来报到 服袋里头有可爱玩偶 笔筒等实用造型小物 搭上2020年业者推限量福袋刚好2020组 还有约1600枚金光闪闪的限量纪念品 以及米奇联名周边约500项商品 希望年前冲高买气 我们下注入加图码预传的变成 渐渐利 谢谢大家